即将在11月16号到19号 开打的2017亚洲职棒冠军争霸赛 中华职棒大联盟在11号 公布25位出赛的选手名单 10位投手、3位补手、7位内野手及5位外野手 当中还有两位旅日球员 独卖巨人队外野手的阿美组选手杨戴刚 及千叶罗德海洋队左头陈冠宇 也将为中华职棒贡献一己之力 戴刚的部分他一直都是对台湾的棒球很支持 那他也是告诉我们他们 他一直在关切这个亚冠赛 因为他本身在日本打球 然后又能回到台湾来跟日本的球队打球的话 他觉得是非常有兴趣 而且他对代表台湾这些事情 他一直非常有这个意思 中华职棒大联盟表示 亚冠赛主要是有职棒24岁以下或年支三年以下 年轻选手组成的代表队参赛 令开放各国职棒有三名不受年龄 年支限制的怪卡名额 因此拥有丰富球赛经验的杨戴刚及陈冠宇 两位旅日球员将共同参赛 同时给予年轻球员球技指导 那另外一点是他在日本闯荡这么多年 事实上对日本的投手打折都有一定的熟悉度 我们也可以藉由这些年轻投手 可以藉由这次的比赛去问他一些 有关于日本选手的一些优缺点 总教练宏一中表示 25人名单公布后将于11月8号 召集所有名单球员进行训练 让年轻球员能够尽早磨合进入状态 记者胡述许家龙台北市采访报导